嗨,我是陳老師 訂閱了嗎? 乖乖的按著小鈴鐺 說你呀 是的,我的確還有很多很多的疑問 有上千上百個上萬個疑問 但問題是 有時我也不知道從何說起 將這些問題全部都羅列出來 隨便在哪一道開始都行 來吧,現在就來 將你想到的疑問列出來 好吧,有些問題會非常簡單 亦都非常普通 不要再幫你自己羅判斷 將它們列出來就可以了 哦,那我現在就想到以下的這些問題 第一條,我的生活何時才可以平暴清雲 我要怎樣才可以時來運善 甚至乎取得少少的成功 這種淒慘的情況會不會終結 第二條是,我要何時才會學得懂得心應手 處理各種各樣的關係呢? 有沒有辦法可以在那些關係之中尋找快樂 那些關係是否真的要搞到這麼棘手呢? 第三條是,我的生活為何經常都賺不足足夠的錢呢? 我的餘生是否都要注定這麼窮困呢? 是甚麼導致我無法實現我在這方面的全部潛能呢? 第四條是,我為何不可以做我自己真正想做的工作來賺食呢? 第五條,我要怎樣才可以解決那些我遇到的健康問題呢? 如果真的有前世的話,我前三世飽受了這麼多萬性疾病的折磨 那這些疾病為何在今世還在呢? 第六條,我來到人世間要學習的業力功課究竟是甚麼? 我要掌握些甚麼呢? 第七條,是否真的有轉世這件事呢? 我曾經有過多少次生命呢? 在那些生命中,我都是甚麼呢? 我有沒有甚麼好亮眼的業績嗎? 第八條是,我偶爾都會有非常強烈的通靈感 通靈究竟是否真的存在呢? 我是通靈者? 那些自稱可以通靈的人,是否正在跟魔鬼勾結呢? 第九條是,做好事可不可以收錢呢? 如果我選擇在人世間從事醫病救人的工作 也就是神的工作 那我可不可以變得非常有錢呢? 還是這兩者互不兼容呢? 第十條是,性愛是否好東西呢? 你跟我說吧,這種人類經驗背後的真正意義究竟是甚麼? 性愛就像某些宗教所說的一樣 純粹是為了生而獄女? 通過否定又或者轉化性能量 即是可以達到神聖又或者光明的境界? 如果沒有愛的話,可不可以性交嗎? 可不可以單純為了身體的快感而去性交嗎? 第十一條是,假如我們必須離性越遠越好的話 那你為何還要創作出這麼美好、這麼神奇、這麼強大的人類體驗呢? 為何會這樣呢? 講到這件事,為何所有好玩的東西 不是違背道德就有違於法律 又或者有損健康呢? 第十二條是,其他的星球上面有沒有生命呢? 曾經有外星人來過地球? 我們現在是否遭受外星人的監視? 在有生之年,我們可不可以見到外星生物的證據? 我是指那些確作模擬、不容反駁的證據 各種的生命形式是否都有他自身的神性? 你是否萬物之神? 第十三條是,地球會否出現烏托邦? 神會否履行他的承諾在地球人面前現身? 即是有基督重臨的這件事? 世界會否終結? 聖經預言說世界末日的這件事是否真的? 究竟有沒有真正的宗教? 如果有的話,哪一個才是? 這些都是我的疑問之中的少數幾個 正如我自己所說的 我的疑問有成千上百個 其中有一些令我覺得很難為情 因為他們看起來實在太過膚淺了 但是,都請你逐一回答我 讓我們一起去談論他們 十分之好,那我們就開始了 不需要為那些問題而道歉 這些問題,世上的男女已經問了幾百年 如果他們都是愚蠢的問題 那就不會被世世代代追問 所以,讓我們來看看第一個問題 你問你的生活幾時才可以平暴清雲 要怎樣才可以時來運轉 甚至乎是取得少少的成功 這些淒沉的境況會不會終結? 我創設了各種各樣的宇宙規律 讓你們能夠擁有創造你們選擇的東西 這些規律,不可能遭到違背 也不可能被忽略 就算是在當下,在閱讀這些問題的時候 你也都專程著這些規律 你不可能不專程這些規律 因為它們是事物運轉的方式 你不可能逃離規律 你不可能在規律之外行事 在生活中,你每時每刻都在規律之中行事 並由此創造出你體驗到的一切 你和神有合作關係 我們結下了永恆的盟約 我給你的承諾 是永遠都將你的要求賜予給你 你給我的承諾是提出要求 理解要求和回應的過程 我曾經向你解釋過這個過程 我願意再解釋一次給你聽 讓你可以更加清楚地理解這件事 你的存在可以分為三層 你由身體、精神和靈魂所組成 你亦都將這些稱為物質、非物質和超物質 這一個就是三位一體 它亦都有其他很多的名稱 你的本質和我的本質是相同的 亦都表現為三位一體 有些神學家就將這件事叫做聖父、聖子和聖靈 精神學家認識到這種三合一的關係 就將它們叫做意識、潛意識、超意識 哲學家將它們叫做本我、自我、超我 科學家將它定義為能量、物質和反物質 詩人的說法是 老、心和魂 New Age 運動的思想家就叫它做精、氣、神 你的時間分為過去、現在和未來 難道這樣不等於你的潛意識、意識和超意識嗎? 空間同樣分為三種 這裡、那裡、這裡和那裡之間 要去定義和描繪這裡和那裡之間 才是最困難和深奧的 在開始定義或描繪的那一刻 你描繪的空間就會變成那裡或那裡 而我們知道這種這裡和那裡之間其實是存在的 正正就是它隔開了這裡和那裡 就好像永恆的當下隔開了重前和以後 你的這三種屬性實際上是三種能量 你可以把它稱為思維、話語和行動 三者加起來就可以產生結果 在你們的語言和理解當中 這一種就被稱為感受又或者是體驗 你的靈魂、你的潛意識、你的本我、你的過去 都是你曾經擁有的每個感受的種和 都是你曾經創造的每一個感受的種和 關於個中的某些感受的意識 就被稱為記憶 如果你擁有記憶 你就可以回憶那些感受 也就是說將那些感受拼湊起來 組裝各個部分 當你將你的所有的部分都組裝完畢 你將會回憶回你的真實身份 創造的過程始於思維、觀念、概念又或者是形象 你目睹的一切都曾經是某個人的觀念 人世間並沒有什麼在最初的時候 不是以純粹的思維存在過的東西 整個宇宙的情況也是這樣 思維是創造的第一個層面 而接下來的就是話語 話語無非是被表達出來的思維 它是創造性的 向宇宙生發創造性的能量 話語比思維更有活力 所以你也可以說它根據有創造力 因為話語是不同思維的震動層面 它們以更大的衝擊力 擾亂、改造、改變又或者影響這個宇宙 所以話語是創造的第二個層面 接著下來是行動 行動是移動的話語 話語是被表達的思維 思維是已經形成的觀念 觀念是相聚的能量 能量是被釋放的力量 力量是存在的元素 元素是神的粒子 是整體的部分 是一切的本質 始於神,忠於行動 行動是創造中的神 又或者是被體驗到的神 你們關於你們自己的思維 是你們不夠好、不夠優秀、不夠聖結 所以無法成為神的一部分 無法和神確立合作的關係 長久以來 你們否定了你們的真實身份 乃至已經忘記了你們的真實身份 這一點並非偶然 亦都不是這麼巧合 他本來就在神聖的計劃之中 原因在於 如果你已經獲得你們的真實身份 你們就無法追求 創造和體驗到他 你們首先 必須要切斷 必須要否定 必須要忘記你們和我的聯繫 之後才可以通過創造他 召喚他 而完整地體驗到他 因為你們最大的願望 也就是我最大的願望 就是你們 將體驗到你們自己 就是神的一部分 所以 你們正通過每時每刻 創造新的你們 再從中體驗到你們自己 對我來說也是一樣 我正通過你們這樣做 而體驗我自己 你明白這種合作關係嗎? 你理解個小時的奧妙嗎? 這個就是神聖的合作 是真的 是神聖的交流 當你選擇 令到生活平暴清雲的時候 生活就會平暴清雲 目前你還未做出這樣的選擇 你曾經拖延 各自 擔悟 反對做出這樣的選擇 現在 是你執行和製造 你曾經獲得的承諾的時候了 為了做到這一點 你必須相信這個承諾 並且去施行它 你必須戰行神的承諾 神的承諾 說你是祂的聖子 祂的後代 祂的同類 祂的同輩 講到這裡 你就開始頭暈了 因為 你可以接受 你是祂的聖子 你是祂的後代 你是祂的同類 但就不敢自認 是祂的同輩 這個稱號 實在太過難以接受 太大 太美好 承載了太多的責任 因為如果你是神的同輩 那就意味著 沒有什麼 是別人施加於你 所有的東西 都是由你自己所創造出來 人世間並沒有受害者 也沒有迫害者 只有你關於事物思維的後果 我告訴你了 你在世界上所見到的一切 都是你關於這個世界的觀念的後果 你不是希望你的生活平暴清雲嗎? 那就請你改變 你關於生活的觀念 改變 你關於自己的觀念 以神的身份去思考 用神的身份去言說和行動 不過很明顯 你這樣做 就相當於孤立了絕大多數 這個時代的人 他們將會說你是神的 他們將會說你洩獨了神明 最後 他們將會忍受救你 再試圖 將你釘上十字架 他們要這樣做的原因 並不是他們認為 你生活在你自己的幻想世界裏面 大多數的人 有足夠的度量 你容許你治愈自樂 但是 其他人遲早都會被你的真相所吸引 因為你的真相 令到他們見到很多美好的前景 而這一點 是跟你在同一個時代的人 所不願意見到的東西 因為這樣的話 你就開始威脅到他們 因為你這麼簡單的真相 只要被奉行 就可以帶來更加多的美好 更加多的舒適 更加多的和平 更加多的歡欣 更加多的自愛和愛人 而這一些 都是那些跟你同一個時代的族人 做不到的事 這個真相 如果得以流配 他們的生活方式將會終結 恨與怕 排他和戰爭和戰爭 將會終結 以我的名義進行 殺也都將會終結 強權就是真相 也都將會終結 以權謀師將會終結 恩怕而生的忠誠 和崇經 也都將會終結 他們所認識的世界 和你押金所創造出來的世界 也都將會終結 所以善良的靈魂 請你準備好 因為大家 將會對你惡以重傷 向你猛吐口水 向你破口大麻 令到你眾叛親你 最終他們 將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 控訴你 審判你 擇罰你 而所有的這些 將會始於你的接受 和施行神聖的事業 也即是實現自我 的那一刻 既然是這樣的 那為什麼還要做這些事 因為 你不再關心 世俗對你的接受 又或者是讚他 你不再滿足於 他所帶給你的事 你不再欣喜 他給予他人的事 你想要疼痛停止 苦難消失 幻象終結 你已經受救這個世界的現狀 你要尋求新的世界 不要再苦苦追尋 現在 就召喚新世界的來臨吧 你可不可以幫我更加好地理解到 我怎樣才可以做到這件事 沒有問題 首先 樹立關於你自己的最高觀念 試想一下 每日依照著那個觀念生活之後 你將會變成怎樣的模樣 試想一下 到時候你的所思 所為和所說 你應對其他人的行動 言語的方式 你覺得你想到的 和你現在的所思 所為和所說 有什麼差別? 有啊 有非常大的差別 十分之好 這樣也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們知道 目前 你並沒有依照你關於自己最高的憧憬去生活 那 既然你已經明白了現實的你 和理想的你之間的差別 那就請你著手去改變 有意識地去改變你的思維 話語 行動 令到他們 和你的最高憧憬相匹配 這件事 需要巨大的精神 和形體的勞動 這樣就要求你不停地 無時無刻地監視你的每一個思維 話語和行動 這樣也牽涉到持續地 有意識地作出選擇 這個過程 是通向覺悟的偉大運動 如果你執行這個艱鉅的任務 你就會發現 生活的一半 都是在無意識中度過 也就是說 你並沒有在意識的層面 領悟到你通過思維 話語和行動 正在選擇的是什麼 直至到 你體驗到他們的後果 接著下來 你又會拒絕承認 你的思維 話語和行動 和他們有任何的關係 所以 你要停止這種 無意識的生活呼籲 這是你的靈魂 自從有時間開始 要求你完成的艱鉅任務 那我沒理由24小時 都看著自己的想法吧 這種持續的精神監視 我覺得會令到人根皮力順 開始的時候可能是 然後 它就會變成你的第二本性 實際上 它就是你的第二本性 你的第一本性 在得到無條件的愛 你的第二本性 就是有意識地去表達 你的第一本性 你的真實本性 不好意思 難道 我每天都要不停地去修改 我的所思 所說 和所做的一切行為 這樣做 不會覺得很悶嗎 你只會變得和以前不同 但是你就不會覺得悶 你覺得耶穌他悶不悶 我並不覺得他很悶 和佛陀打交道 會不會很悶 整群結隊地要求他現身的人多的事 達到大師境界的人 沒有人會覺得悶 他們只會變得異常和非凡 但是 就絕對不會變得沉悶 你不是希望你的生活 平暴清雲嗎 那請你馬上想像 你的理想的生活狀態是些什麼 而且 要進入那種狀態 將所有和那種狀態 不協調的思維 話語和行動都選出來 遠離他們 當你擁有的思維 和你更高的憧憬不符合 那請你即時換一個新的思維 當你所說的說話 和你最美好的觀念不相符 請你提醒一下自己 下次不要再說同樣的說話 當你所做的事情 和你最好的意圖所抵操 請你確保 你一次是最後一次 如果可以的話 請你去安撫每一個牽涉其中的人 我以前也聽人這樣說過 我總是毫不留情地愈熱反駁 因為 這樣聽起來實在太過虛偽了 那不就是等於 你在病入高方的時候 亦都要假裝自己很健康 很正常 在窮困老闆的時候 又要假裝得很闊爪 就算再悲痛欲住 亦都要表現得若無其事 不是吧 怎樣做到這件事 我是陳老師 有空無事 看兩本書 我們下集再見 記得幫我subscribe like和share這條片 按下個鐘仔 我就會有更加多的時間 製作更加多的節目 再見